在战争中 士兵的武器装备 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拿防护用具来说 钢盔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钢盔抵挡不了子弹的冲击 但在激烈的战场上 被弹片杀伤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钢盔的主要作用 就在于防止弹片和碎东西等伤害头部 对于士兵来说 对上钢盔会有更多的安全感 遗憾的是 当时的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没有能力生产钢盔 大部分士兵都是戴着布置帽子作战 据老兵回忆